哈囉,大家好,我是感恩特 很高興又跟大家見面了 Toyota Elfa是許多企業家 好爸爸都喜歡的一部正七人座的MPV 那它實際乘坐感受上面是非常舒適的 那也或許是因為太過於專注舒適性 導致車內乘客暈車這樣的一個狀況 剛好國內DNN的避震器廠商 推出了這一款專門針對這部車所推出的改裝避震器 那這組改裝避震器根據廠商表示 它能夠大幅的來改善 有反而它底盤不穩的問題之外呢 還能夠保有一定的乘坐舒適性 那這組避震器真的有這麼神奇嗎 等一下葛蘭特就會透過實際試駕方式測給大家看 好了那我們就非常不多說 我們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走吧 那為了好好的去了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一組 專門針對Toyota Elfa 所開發的DNN避震器 所以我們特別請到了這個DNN的公司的研發經理阿倫 你好 阿倫 我想請請教你既然你們主打這一組避震器 是專門針對Toyota Elfa所推出的嘛 那它有沒有在相關的設計上面 或者是相關的功能上面 是否這個Toyota Elfa所設計的呢 我們是用副桶的方式下去製作 因為Toyota Elfa是屬於MPV 是 類似說做舒適型的一種車款 所以我們會做副桶式是因為它在 行駛作動上會比較Q彈的 還有一點就是說 原廠的避震器其實本身也是副桶式的 好 那副桶式的避震器除了我們剛剛提到 做起來比較舒服之外 其實它也比較耐用 我們阻尼有20段可以調整 所以我們去做 用副桶式的下去製作 另外還有就是彈簧的部分 彈簧部分我看到它這個彈簧 跟我們常見的改裝避震器那種 直捲的彈簧 好像不太一樣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這種是做 類似葫蘆形的形狀下去製作 因為葫蘆形這種 彈簧會顯示的Q度會比較 多一點 直筒式的彈簧會變成說會比較硬朗 會比較使用在賽道上的方面 葫蘆式的就是因為我們這種MPV的車款 用這種葫蘆形的 它的Q彈性 會做起來會比較舒適一點 這後面的避震器 我們剛才提到20段調整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調整 我覺得設計在這裡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我們裝上去的時候 是不是後來要調會比較方便 會比較方便一點 然後上座部分在這裡 我們看到這個調整旋鈕在這個地方 然後另外我發現你們好像有附一個改裝的上座 對 我們做強化上座 目前裡面就是用 培領的方式下去讓它做轉動 會比較順暢一點 對 簡單講就是車開起來會比較聽話 對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我們的這個避震器好像還有另一款更熱血的對不對 是 目前就是多一種有掛屏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這一次專門針對AFA推出的避震器 除了我們看到這種直接一支的避震器之後 還有另外一種是有掛屏的 是 有掛屏的 那我們先把 掛屏的避震器拿出來讓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好 OK 好那我們現在桌上的這一組避震器已經換成了剛剛阿倫提到的 更熱血的這種掛屏式的更高階的避震器 那阿倫我想要請你跟我們介紹一下另外這一組高階的避震器 它跟剛剛那一組沒有掛屏的避震器兩者之間有什麼差異嗎 目前這種掛屏式的避震器就是 它是屬於單桶式的避震器 但是因為單桶式的避震器 一般沒掛屏的會比較硬朗一點 所以我們做了掛屏 因為它行程會再拉出來會比較長 所以我們可以用高低速可調的部分下去做 它的那個硬朗阻尼的反應的效果 所以它會把這種硬朗的缺點 把它排除掉 了解 阿目前這組的掛屏的避震器 我們是用高低速可調 還有阻尼可調 是三位的那個避震器 它高速有22段 低速有24段 然後阻尼有20段可以做調整 所以等於是說有掛器品的話 它是增加了這個壓縮的高低速的阻尼調整 那在壓縮部分如果能夠再加入這種阻尼調整功能的話 確實能夠讓這一組避震器能夠調出一個非常舒服的這種乘坐感 而且呢你今天如果說你稍微的想要熱血一下 你想要再用更快的速度在山路裡面做駕駛的話 它能夠提供的這種控制的能力 操控提升的這種效果上面也會比沒有掛器品的再好一點 是對不對 對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我們就會把沒有器品的 就是比較低階版本的裝上車裝到一台舊款的α上面 然後我們裝上去之後呢 我們會來到一個彰化最有名的139線道 來進行一個道路的實際的試駕 來體驗一下這個DNM避震器 它在於山路時候的一個表現吧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把避震器都裝到這一部α上面 然後也來到了這個彰化非常有名的139線道 來這裡來進行這個山路的試駕 那事實上來139線道之前呢 我們就已經在彰化市區 有進行了一個市區道路的一個試駕 我先講一下我這一組DNM 這一組避震器在於市區道路我開起來的感覺 事實上我在開的時候我第一個印象是發現 它好像比我想像中的還要來的厲害 簡單講就是說因為我想改裝避震器 想要針對性能的部分來進行加分 其實並不困難 它其實只要硬就夠了 但是呢MPV就是我們講Alpha這車 你今天改裝避震器不只是要能夠有性能有操控 它必須還要能夠兼顧到舒適 那這一組避震器在換了之後 我在走市區的道路 而且我也刻意的去我們八卦山大佛前面那種 非鋪裝道路試了去多試幾次 用不同的速度來試 我發現它整個避震器的吸震效果 超乎我的預期之外的好 你會發現它的避震器在行進這種比較不好路面的時候啊 它還是能夠很快速的把那些連續的碎震吸收掉 不會讓你的車身多一些不愉快的 不舒服的碎震或者是抖動 這個其實我覺得如果以單就MPV這個車型來使用避震器來講的話 它有拿到這個分數 當然我想換避震器的人 它除了想要有更好的吸震 然後能夠維持舒適的表現之外呢 更大一部分的目的是希望能夠在操控的部分 在側傾抑制的部分 還有在過彎的這個穩定性的部分 都能夠有加分的作用 那我現在來到這個139的線道 那我現在行駛的這個路段呢 是一個連續的S型的路段 其實我發現我在過彎的時候 車輛其實它的側傾的一個程度呢 相對於原廠來講已經有很大幅度的一個改善了 那這一點其實我覺得對於大多數的車主來講 其實都是夠用的 都是可以去滿足你在於車輛滿載的情況之下 如果假設你想要跑山路 然後你想要比原廠速度再快一點 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一點其實我覺得在山路開起來的話 也對於車上的乘客或者是自己的家人 那種可能常見那些暈車的狀況 也應該都可以獲得不錯的一個改善 那另外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想MPV它這個車它還有一個比較大的通病 就是因為它的前後的軸距比較長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開 凹連續不平的路段的時候 你會發現車子的前後軸就像悄悄板一樣 這樣會一直晃來晃去一直晃來晃去 那如果想要去抑制這種晃動的話 就必須要有一個好的避震器的吸震的效果 那這組DNM的避震器能夠做到這一點嗎 我自己是覺得是可以的 目前來試起來是都沒有太大的一個問題 印象最深刻還有一點就是前輪的這個支撐性也變好了 就是說當我用比較快的速度把車子丟入彎道的時候 你會發現前輪它並沒有跪下去 很多軟的避震器在我們用比較快的速度 路彎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整個外側的前輪是往下壓的 尤其是當這種很重的MPV的前驅車的話 它整個前輪是會往下壓跪下去 跪下去有一個缺點就是所有的重量都會往那個輪胎來集中 那這個輪胎它的胎溫跟它的抓地力就比較容易over 那改了避震器之後呢 它可以去有效的來hold住這個往下壓的幅度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其實你就可以用更快的速度來進彎 因為前輪不會超過它原本的這個抓地力的負荷 那還有一點就是因為它的上座有換過 它的上座是換強化型的上座 所以輪胎我們在轉動的時候 然後的這個指向性 比如說我轉幾度前輪就多幾度 這樣的一個感覺其實也是還蠻明顯的 那這一些呢都是這一組DNN避震器 它本身所具備有的特質 那也是讓我覺得說 今天假設我如果想要一組均衡的中庸的避震器的話 這一組避震器其實是非常值得大家推薦給大家的 當然如果說你今天你想要再更Racing的更Sporty一點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或許可以再進一步的去更換這個強化的前後防勤感 好更換前後防勤感因為更換前後防勤感之後 它除了在過彎的時候的側傾的抑制效果會更明顯之外呢 我們在執行的時候的車身的晃動也可以再進一步的獲得控制 那如果說你今天你剛好開AFA車 那你也希望能夠找到一組不錯的好用的 然後可以兼顧舒適跟操控的避震器的話 或許這一組DNN避震器是你可以考慮的一個改裝套件 而且我覺得改裝避震器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整個車高可以往下降 那目前的前後的高度大概是前後兩指的一個高度 那搭配這個20寸的輪圈24540 20寸的輪圈 來講整個底盤的調性跟整個視覺上來講 都可以達到一個蠻不錯的Balance 所以呢這樣的一個改裝的條件跟改裝的資訊 或許也可以提供給大家來做參考 好了那我們關於這一組BJ器開箱的介紹呢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還有問題想要了解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我再來為大家做答覆 謝謝大家的觀賞 謝謝 掰掰 拜拜